有一个小和尚 他每天在庙里潜心地研究佛法念清 参禅打坐 十年之后 他感到自己的慧根已经升起 已有佛心 有一天方丈突然召集权势上下 宣布要挑选有慧根的小和尚 接任方丈一职 从此小和尚更加的用心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却感到自己不禁反在倒退 原来仅有的一点佛心 反而变得是有是无了 他很纳闷 他就去问方丈 方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却告诉他 我们下午到集市上去买甜瓜 要他一起去 这个时候 他们到了一个卖甜瓜的摊贩前面 挑中了一个甜瓜 这个摊主啊 拿起水手颠了一颠 说一斤六两 小和尚觉得非常的奇怪 他怎么就这么准呢 马上用边上的秤秤了一下 结果一斤六两 丝毫不差 这时候摊主说 哎 我卖卖卖了四十多年了 绝对不会错的 小和尚非常的诧异 这时候 老和尚突然说 我们只要买一个甜瓜 你帮我们找一下 你棒在手上颠一下 如果你说中了他的笨量 No 我把这一顶银子给你 说着拿出了一顶银子 大家一看 足足有一两种 购买这一摊子的甜瓜了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 看着这个摊主 结果摊主把甜瓜 拿起来左手颠颠 右手颠颠不合适 真的吃不准了 然后咬了咬牙说 嗯 这个瓜一斤三两 随后方丈就把蹭拿起来一蹭 结果只有一斤半 整整插了二两 所有的人都大祸不解 很是纳闷 他们心想 这个摊主今天怎么会这么不准呢 老方丈就说了 如果一个人 总是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话 他的双眼一定会被蒙骗住 也就是说 这个摊主为了拿这一顶银子 他就不能说准这个分量 因为心中有偏差 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小和尚终于明白 回去潜心修行 终于成了后来有名的大瘀禅师 人间太执着我想要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是学佛人的基本理念 我们每天行善 你365天就是一个大善人 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 365天你就是一个大恶人 我们学佛人 每天学一点佛 我们一年下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 我们都可以认为一年下来 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 我们都已经有一年加图 我们都在那里 我们都能够得到 我们都不想要 我们都会到这里 我们都会到这里